他是大清第一连历,四十五岁才当上县令,后连升十一级,成为两江总督。 康庸前三代帝王皆为其动荣,他便是清朝明臣于成龙。 他死后,百姓皆如丧至亲,徒步二十里,跪地相送。 就连康熙都魄力,亲自为其转碑文。 那他这一生究竟做了哪些事,是怎么做到如此深得民心的? 今天,就带大家走进这位清朝明臣的一生。 于成龙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五年,母亲早逝,他跟随继母一起长大。 与民间常见的故事不同,于成龙的继母并非恶毒后妈,二人也没有水火不容。 相反,他们相处得很愉快,家庭氛围十分和睦。 于成龙二十二岁那年去参加乡试,但省城太原考场考官,竟公然行贿受贿,寻思舞弊。 于成龙十分痛恨这种行为,便在考卷上面直输胸义,结局也可想而知。 他正榜无名,不过勉强上了个副榜共生。 这副榜共生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被取生。 虽然不算中举,但可以直接参加会试。 参加会试以后,于成龙便以父亲年老为借口,放弃了做官的机会,回到了家乡。 满清入主中原后,于成龙未能实现报复,便又开始了应举之路,但都未曾高中。 后齐兄于化龙因病离世,父母于十皇年老多病,要人伺候汤药。 继母离世虽贱,但也已暮年。 几乎是一夜之间,所有的担子都落在了于成龙肩膀上。 为了能够养家糊口,于成龙不得不将自己的重心放在了家庭上。 就这样,一直到了顺治十八年,于成龙才进入国子剑学习。 结业以后便以奸生的身份进入仕途。 大清以科举为正途,所以一般奸生在官场上很容易被科班出身的官员笑话, 且大多没有什么成就。 而于成龙从国子剑结业时,已经四十五岁了。 这样的身份和年龄,在官场上自然是难以得到重视的。 所以于成龙的第一个职位便很不乐观,罗承县令。 倒不是说县令这个官职太低了, 而是罗承这个地方属实不是个人该待的地方。 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罗承刚刚纳入大清版图不到两年, 很多少数民族都还不愿听从朝廷的指挥, 时不时地就搞个叛乱,且位于万山中间仗力盛行, 在于成龙之前的两个县令也是一死一逃。 总的来说,其他人听到这个职位, 就像是见到鬼一般躲都来不及, 这也让吏部十分头疼。 偏偏这个时候,杀出了个性格耿直的于成龙, 吏部就派他前往了。 于是,于成龙便告别妻儿踏上了上任的道路。 虽然于成龙老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是当他真正到达罗承时, 还是被惊呆了。 荒草丛生的罗承,居民仅有六家, 三间破茅房便是县衙, 面对此情此景,于成龙会怎么做呢? 刚到罗承的于成龙, 只好寄居于官邸庙中, 因为条件实在是艰苦, 所以不久后, 同他一起前来的蒲丛也是死的死, 逃的逃。 就剩下于成龙这个光杆司令, 而他凭借着坚强的意志, 一待就在罗承待了七年。 在这七年中, 他亲自写告示安抚百姓, 然后又亲自带兵去征讨山贼流口, 使罗承的治安逐渐稳定。 原本逃离罗承的百姓, 听闻治安稳定以后, 也逐渐回到罗承居住。 对此, 于成龙先是为他们申请了免费的粮食以及农具, 后又减免赋税、 兴版学堂以及养老院。 这个曾经让人避之不及的县城, 也终于有了一点生机。 他处处为百姓着想, 将他们看作自己的亲人, 百姓对他也是十分尊重。 或许一提到于成龙, 很多人想的都是他为官清廉, 却忽略了他一开始步入仕途时所面临问题的难度。 因为于成龙治理罗承有功, 于是在康熙六年被升任为四川河州之州, 而河州的情况和当初的罗承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 偌大一个州上只有一百多户百姓, 一年的赋税不过才十五年的银子, 也是一个让朝廷头疼的地方。 于成龙到达河州以后, 先是深入基层, 了解百姓的生活, 然后再制定解决方案。 总的来说, 当时河州之所以会出现那种情况, 主要是因为当地居民排外。 所以,于成龙便亲自引导新百姓 与原住民和睦相处。 除此之外, 于成龙还会为百姓提供粮食种资 以及耕牛的接待。 就这样, 不到两年, 河州便人口骤增, 田地开辟。 两年后, 河州的问题解决了, 于成龙再次被提拔。 这次的职位是胡广黄州府同之。 当然了, 这也不是什么好差事, 因为黄州也是出了名的南智里。 最大的问题就是, 不仅盗贼多, 而且还十分猖狂, 他们根本不把官府放在眼里, 大白天的都敢公然抢劫。 于成龙上任以后, 先是带兵活出了盗贼彭百灵, 然后让他代罪立功, 帮官府打击盗贼。 很显然, 这种以盗制盗的方法十分管用, 不出半年, 那些小众的盗贼团伙 就被清扫干净了, 但还存在着一个大的盗贼团伙, 令人头疼的盗贼团伙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于成龙又是如何化解危机的? 他选择伪装成乞丐, 深入盗学数十天, 在摸清整个团伙的具体情况以后, 叫来官兵将其一网打尽。 他在黄州一共待了四年, 让黄州从盗贼横行 变成了和清海燕。 康熙十二年, 于成龙被任命为武昌之府, 武昌呢, 是鱼米之乡, 按理说, 此番于成龙的日子 应该会好过很多, 但就在这一年, 爆发了三藩之乱。 吴三桂势如破竹, 云桂川等地相继沦陷, 为了能够保住后方朝廷, 下令让于成龙修筑浮桥。 于成龙接到命令以后, 便开始日夜赶工, 起料山洪突然爆发, 浮桥被冲垮, 一夜之间, 他的努力便复制东流, 而于成龙也因此被革职追责, 后因昭祥救部刘军府有功而复职, 但因当时武昌之府已有补缺, 故于成龙再次回到黄州, 当起了黄州之府。 不过他一上任, 就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为能够平定吴三桂等人, 蜻蜓大肆调兵, 各地都缺官兵, 这也让很多有心之人抓住了机会, 当时反贼四起, 而黄州城内却只有数百名官兵, 想要平叛简直是难上加难。 可于成龙做到了, 他招募了两千多位勇士和叛军斗智斗勇, 不过短短二十四天, 便平定了诸多贼寇。 后于成龙又被提拔为福建安查使, 在福建做官时, 于成龙经理了很多前任官员积压的案件, 且断案公平公正, 没有一桩冤案。 紧接着又被调任为直立巡抚。 于成龙上任之前, 直立官员贪腐成封, 于成龙上任后便杀鸡敬猴地解决了几个州的县官, 直立的励志也逐渐清明起来。 天灾发生时, 于成龙不顾自我安危, 为救百姓他私自放粮救灾, 身受百姓爱戴。 康熙帝对他也是极其满意, 称赞他为清官第一。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身为两江总督的于成龙, 赫然常世, 中年六十八岁。 消息传出去以后, 南京的男女老幼商贩僧侣皆痛哭流涕, 下葬时, 百姓更是突破二十里跪地相送。 曾有被于成龙弹劾过的官员, 想看看他是否真的清廉, 便去了他家。 本以为能看到些金银珠宝, 不曾想, 他家中除了一套官服, 便只有几件破衣服, 就连厨房里都只有些烂菜叶子。 康熙听闻以后也是感动不已, 亲自为他撰写了碑文。 后雍正继位也是多次告诉百官, 要以于成龙为楷模。 乾隆继位后更是多次派人, 去于成龙家族祠堂祭拜他。 能得三代帝王的垂青, 是多么大的殊荣啊。 清官抵御, 实至名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